好下面我们再把关注的目光来转向台湾 台湾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刘兆玄 7号下午上开记者会宣布 他向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请辞 已获已经获得批准 他将与本周四率台湾行政当局各部门负责人走辞 刘兆玄在记者会上表示 这次八把水灾死亡失踪人口超过700多人 这个行政责任应该由身为行政机构负责人的他概括承担 8月中他就向马英九主动请辞 但是马英九没有同意 认为他还需要担任重建的工作 因此他承诺带领部会首长进驻灾区 尽快把未助金发放出去 把安置的工作做好 刘兆玄说目前重建工作告一段落 自己率领的行政团队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 6号晚上他第二度向马英九提出辞呈 在与马英九深谈之后获得批准 刘兆玄表示他将会在本周四上午 带领台湾行政当局各部门负责人总辞 台湾当局傍晚宣布 马英九已经任命国民党副主席吴敦毅 担任行政机构负责人 桃园县长朱立伦担任副手 在台北举行的第二十一届听账奥运会 七号进入开幕式后的第一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七号取得的三枚奖牌 来自云南的何月月 在女子四百米自由泳和女子一百米碟涌比赛中 分别摘得的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还有是浙江的神海军在男子亲球比赛中 以14.77米的成绩夺下的铜牌 那么跟随记者我们走进听账赛场 台北厅长奥运会总共有十个比赛日 咱们在十天当中将会决出一百七十多块金牌 本次赛会的口号是无声的力量 虽然多数的运动员听不到观众们的呐喊 那么在现场我们还是看到了 很多的台北市民是来到了比赛场 为运动员们欢呼呐喊 我们学习一些特殊的一些加油的方式 给他们加油 挥起舞动全身吧 让他们看到我们欢呼的样子 伴随观众的全力支持 田径赛场开始了首日赛场 各就各位 预备 起跑 特殊的发令方式 向人们带进这个特别的赛场 首天比赛 运动员成绩不足 白米预赛后 很多人竖起大拇指 赶盘听障选手的比赛 相当专业高水平 运动员们也将比赛 视为一场快乐的竞技 轻轻献上自己多年苦连后的成果 就是想透过这个赛事 然后为自己争取荣耀 可能透过这样的赛事 可以跟各国的 平常朋友做一个交流 中国体育代表团 此次派出了78名运动员参赛 将会参加 田径 游泳 乒乓球 羽毛球 篮球和网球 六个大项的比赛 在四年前的 墨尔本厅长奥运会上 中国队夺得五枚金牌 代表团负责人介绍 此次赛会 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我们参加这次 厅长运动会 主要是在乒乓球项目上 具有竞争的优势 同时在田径的个别项目上 也有 重体优异成绩的可能 我们这次参赛